今天奇在食會教大家煮奶油樽白 首先我們用一片薑加少許油開鑊 樽白洗乾淨之後去頭保留原片 把樽白排列整齊一些 稍後方便處理 放好之後開中火 加少許清水 不用加太多水 因為菜本身都會出水 用一些菜汁煮軟的菜 就更加原汁原味了 焗煮的期間可以不時觀察一下 樽白有沒有足夠的水分 反一反去 稍微軟身就可以加鹽調味 然後加牛奶 我會選一些半脫脂的奶 老人家吃了就會比較健康一些 加了牛奶之後要轉小火 因為牛奶是不適宜用大火煮的 間中要反一反 直到全部樽白都煮軟了 煮到樽白容易入口的軟度就差不多了 先夾起樽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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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煮現汁 加少許鹽 再加生粉水 然後輕輕攪一攪 見到憲汁 結身就可以了 奶香濃郁 樽白 樽白 清甜 營養豐富 很適合老人家吃的 如果老人家吞煙又困難 可以切成細細條 那就更加容易吃了 要請給它 得到性子 這次裡 會不會 下一個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